我不接待你苗浩老师 你不接我可乐 我不接待你 我以一腿800公斤的力量 提爆了可乐瓶 我都问你接不接 大家好 欢迎来到不及相对论 喜欢的朋友可以点击一下关注 第一时间获取最新的精彩资讯 今天咱们继续看大型电视联系剧 寸拳凤银系列 今天是2024年的3月13日 林妙峰大家老玩童的动身日期 3月14日还剩下一天的时间 这几天我个人有点事脱更了 刚忙完期间也发生了很多事 就是老玩童明确回应 不会接待妙峰 并且老玩童给出了一件理由 把妙峰给拿捏了 搞得妙峰现在很被动 我们先来看一下事情的经过 众所周知 妙峰的腿法非常厉害 他曾经用腿法KO或者TKO过几位武林人士 问题就出现在了他这个腿法上 我们先来看一下老玩童的态度 老玩童在直播间接水 应该是妙峰来到了老玩童的直播间 和老玩童沟通拜访的事情 老玩童看到以后明确表示 一连说了好几个 我不接待你 咱也不知道到底说的是谁啊 直到老玩童喊出了妙峰的大名 老玩童说出了他拒绝的理由 你不接我可乐我不接待你啊 老玩童不断的重复 不接我的可乐就不接待你 那老玩童说的可乐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你不接我可乐我不接待你啊 这个啊 经过我的多方查阅 时间回到2023年的4月7日 妙峰两边腿踢爆了可乐瓶 引起了线上吃瓜群众的欢呼 对于妙峰踢爆可乐瓶 很多网友表示 任何人都不可能踢爆 如果踢爆了 就绝对动了手脚 并且也有网友表示 妙峰踢爆可乐瓶肯定是假的 然后时间来到2023年的4月9日 也就是两天以后 妙峰为了证实自己的真功夫 再次踢爆可乐瓶 并且表示 谁不信可以随时现场检验 踢爆一个给我一千 这句话我的大脑断路了 然后时间来到2023年的4月22日 妙峰表示 自己一腿800公斤 很难找到对手 我以一腿800公斤的力量 踢爆了可乐瓶 现在上了一台已经找不到对手 好了 现在大家都知道 老玩童口中的可乐瓶是怎么回事了吧 因为很多人认为 以人类的力量根本不可能踢爆可乐瓶 但是妙峰却踢爆了 这就是老玩童拒绝的理由 你不踢我可乐 我不踢你 你要踢了 我去 锣鼓喧天 变茂七零 不不不不 你放心 我不会踢你的 我会踢你的 你放心 你放心 我不会踢你的 我不会踢你的 你来不了 你来不了 你不踢我可乐 我踢你干啥 如果妙峰执意要去 老玩童表示 妙峰来不了 因为农村人比较户窝子 我们来听一下老玩童介绍 什么是户窝子 因为我们这个农村人啊 他 户窝子 什么叫户窝子 只要你来 不要多一分钟 有五十户人过来 问你干啥的 诶 诺诺 我们村里人户窝子 不像从事人 关着门 大家都是你不见我见 我们这只有一个动静 全他人都会过来的 问你干啥的 我会说 他来踢可乐的 人家说 哎呀 你踢给大家看看 你不踢 人家都失望了 人家都想看 这个窝子 我能理解为威胁的意思吗 那如果妙峰说 是来拜访你的 又会是怎样的后果呢 你不要来拜访 我来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 现在老玩童的态度 非常明确了 绝对不会见妙峰 除非妙峰先踢可乐瓶 老玩童的意思非常简单 你想打我的假 我先打你的假 让妙峰跟自己 面临相同的处境 老玩童想让妙峰 知难而退 妙峰的守战 打假对象就明确表示 不会见他 老玩童会不会又和一号一样呢 一直闭门不见 又或是就像老玩童说的 他们那样的人都会握着 妙峰和打假对一行人 是否又会发生意想不到的事情呢 明天就让我们拭目以待 妙峰选择明天 也有一个很好的时机 就是3月14号 等打假对的人员到了会合以后 应该不会当天去 然后就到了第二天 也就是3月15号 315国际消费者全一日 去找老玩童 这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一天 他想搭假老玩童 老玩童给他设门槛 结果又会如何呢 就让我们拭目以待 对此你有什么看法 可以在下方留言讨论 喜欢的朋友可以点击一下关注 第一时间获取最新的精彩资讯 下期节目更精彩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